好 连战他曾经说过 这个七老八十的人该退了 不要再多讲话 在电视上把自己的剩余价值给炸得干干净净 好 那这个七老八十的人是谁呢 这一句话出去我把所有七十岁的人都打垮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在我看起来 选连战的儿子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给我们觉得我们在北韩 怎么你第一代同志我 第二代同志我 第三代他还同志我呢 蒋介石的第三代都不能同志我 现在同志我的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不要脸的廉价系统 可能同志我 第三代 还有一个不要脸的报纸叫做联合报 也是第三代 穿着三代了 这太恐怖了 我们以前不可以办报 你们可以办 怎么现在第三代又来了 没完没了 两个人都没有本领 那个连郑文看见像猪一样 没有本领 你可以想改我的话 那柯顿已经看起来 嘴里面含着跟班鼠一样 话都讲不清楚 两个都是笨蛋 可是柯顿 柯文哲有一个机会 使我们觉得 他可能会改变 可能会有一个发展 而连郑文没有了 为什么 这定型了吗 这也就是 并且不选连郑文 另外一个好处 是我们向北京抗议 就连战到北京 第一次带着连郑文 给胡锦涛看 第二次带着连郑文 给习近平 习近平看 你给两岸拉皮条 原来拉了半天 给你儿子拉皮条 共产党说 关心台湾问题 原来关心的是 国民党权贵的儿子 我们会服气吗 台湾人民会服气吗 当然不服气 就让你落选 给我们看 给北京看 而且马云九的 跟金普松的关系 不是外面所说 那么复杂 我跟金普松 金普松请我吃过 三次饭 我跟他蛮熟的一个朋友 他蛮好的一个人 话很多 可是 马云九太太 是个重要人物 他欣赏金普松 注意两个字 动词 欣赏金普松 所以他调停了很多 马云九之间的矛盾 这倒是一般坊间不知道的 所以你说周美金 很欣赏金普松 真的 这是金普松在政大 的同班同学 告诉我的 哦 所以当年金普松 在政大把马子 这个 真女生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跟的行为 完全正常 正常的一个男人 像这个文正一样 真的 谢谢 得到李奥大师榜上 保证保证 严选严选 所以您的意思是 马跟金之间 有很多的矛盾冲突 是周美金 女生化解的 哦 否则马也未尝不嫉妒 未尝不嫉妒 金普松 就是你这个功高压主 我是变得很无能 你来以后 你给我出现 我就有信心 这样也 也没面子嘛 金普松是个很好的人 可是他 他不是一个搞政治人 他是很天真的一个人 讲话 你刚才讲话 那前后吃过饭吗 讲话很多 马也就前后吃饭也是 吃完饭以后 到人家餐厅门口 八王子 还喊八王子 就说 这这好贵啊 以后不来了 马也就这小气贵 金普松就不贵 金普松 有人说他是地下总统啊 他其实地下总统 但是床上总统 你又是你说的 可是李奥大哥 你也看不惯国民党 你也看不惯民进党 那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也说你没在怕的 所以你会去冲撞体制 但这些年轻人 你说他糊涂 但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觉得他们有其他的 他有没有办法 好不说我做立法院 不出来的啊 我要求给你一二三 答应我我再出来 对 一样都没有要 你这一趟就 改变基本工资嘛 22K不行啊 你不能给我22K 改成52K 你给我保证嘛 什么都没有 就糊涂糊涂就出来了 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 他们不开出来 一群笨蛋嘛 所以我说 他们笨蛋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教育不好 使这个年轻人 没有反抗能力 不晓得如何反抗 香港的港版就用这个意思 你现在闹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不要 那怎么讲给你听 国外党为什么搞深圳呢 深圳就是第二个香港 嗯 为什么培养上海呢 就是第二个香港 嗯 实际香港越来越不重要 啊 就是我的北京的意思 原来 台湾也是 实际越来越不重要 你以为了不起啊 我带我眼里的狗屁 嗯 我们练过历史 燕云十六周 嗯 当时其他人 站在中国北方 嗯 其他领袖讲 中国人难治 当时中国人是北方人 对 不好管 我不要了 给你石敬堂 做儿皇帝 做了 他不要了 他跑掉了 嗯 台湾人难治 我不要你了 我认为国民党应该垮掉 因为我 看我一个历史家的结论啊 国民党应该完全作非 消灭的 没有 历史上没有了 嗯 因为他给我们一个错觉 就是我 我儿子写这本书 这本书啊 就是 共产党员 国民党员毛泽东 嗯 就是 当时 共产 共产党 进了国民党 都变成国民党 对 他国民党吃掉了 占了便宜 嗯 所以他觉得国民党 有才有利 这个梦啊 一直做到现在 共产党一直做到现在 嗯 还觉得国民党 有代表性 实际上国民党没有了 嗯 所以国民党应该把他消灭 嗯 嗯 民党应该把他拆穿 因为你是个假的台独 你虽然没有不敢嘛 嗯 你干什么 你不敢太多啊 嗯 你敢太多吗 你闹了半天 中华邮政改成参兰邮政 嗯 你为什么不把 中华民国 国歌改一改 那么难听 三民主义 武藏所弄 为什么不改呢 啊 宪法 宪法没有管呢 宪法没有国歌条款 嗯 垂垂垂扁下个命令 就可以改国歌 嗯 你改又不改 通常是假货 你们台独是假的 不敢 我也怀疑他讲我 如果 如果选父熊不承接的话啊 那一定要写 连长可能被我盗啊 啊 因为 他的条件很狭窄 北方法一个 一个条就是说 你不讲他名字 可是那个情况 只有他适合 嗯 所以就共用北方 嗯 你说七二八十 我就七二八十 我比连长大一岁啊 对 你说我上电视 那就是我吗 这就是吧 宋主义是一个 神父牛是一个 对 其他 就是我 还有很多啊 李登辉啊 金美玲啊 你上电视啊 你上电视啊 他不上电视不算 七二八十很多 七二八十很多 可是 又上电视呢 你真心认为他在讲谁 讲宋主义的嘛 他明的嘛 办公室 我说为什么要我这 李敖说那个 他说国民党一定要倒啊 他说这才会这个 还原历史的一个公道 小平 你这党被李敖给诅咒了 灭党计划 有点像灭党计划 像杨洁 就是他一辈子啊 跟蒋介石就结仇 因为他被关过嘛 对对对 然后他跟国民党的恩怨情仇 剪不断理还乱啊 他是一辈子反对国民党的 但他算不算男军呢 你觉得 我认为他是男军 他是属于一种浅男吧 然后并不是说李敖 叫我们倒 我们就会倒 我们也要振作一下 不要给李敖看衰吧 你说自己倒 不用人家讲 对 就如果我们乱做就自己倒 可能也不用李敖讲 就才会倒了 就是我们现在国民党 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一直在你们夫妻的节目上讲 我们的DNA有天大的问题 我们DNA只有四个字 叫贵族 叫财团 你们看我们治理分两种 叫中央治理跟地方治理 为什么马银九大家2008年 为什么投他 一 我们的广告做得非常成功 就是说我们都准备好了 那个广告派得好 各县市长都出来 第二个认为要结束贪腐 然后迈向新的纪元 什么叫新的纪元 一 你亲 我们国民党马银九亲联 二 我们振作让人民过好日子 三 两岸的冰封的两岸关系是和解的 然后 然后互进互利 大概跟老共的关系 可是人民生活更苦了 你看中央的治理 以前从电子厂的大量的捐款 一兆以上的营业额到四五兆的电子厂 现在转移了 现在跟土地财团也在一起了 也收受了大量的政治现金 然后财团赚那么多钱 台湾每年的GDP 不管台北市 不管台湾 还在三到五%成长 就是我简单讲 财富还是在增加 可是分配出了天大的问题 不换寡而换不均 然后地方更惨 你看那么多的台北市 我是市议员 嘉青也是 我们的天职就是 要把美和市的一百亿 我们的天职就把金占的六百亿 我们的天职是把五十二个联合开发案 一解密 二提出告诉 三 该欠我们台北市人民的钱 通通要回来 我认为差不多一千亿 如果客问的市长 他五党 如果钟小平议员是 我是国民党 我们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们是有 有愧于台北市 两百七十万人民 你可不可以重新回到DNA 从贵族到平民 然后财团离开 回到中小企业 回到年轻人 这个党才有机会 这个党如果不变 选一百年都选不过民进党 第二个 地方通过了融金银行 我常常骂郝龙斌 这次我要称赞 他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 什么叫融金银行 下台是吗 不是 他通过了法令 我建议他愿意做 融金银行就多盖了地板的楼层 你可以让年轻人有房子 可以让年轻人生小孩养得起 那一年可以多几千亿 我们会独处客问着 每年拿出几百亿 帮年轻人加薪 帮小夫妻养小孩 这个城市才可以生存 如果他不做的话 我们一定会对付他 连财说的七老八十 其实在这里还有一个 而且李敖就直接不会说 当时连财讲就是他了 其实就是宋楚瑜宋先生 但怎么办呢 宋楚瑜讲话 他就是很有公信力 而且现在看起来 亲民党好像翻身了 宋楚瑜做了台北市政府的首席顾问了 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看到这次选举当中 这个柯文哲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是五权宪法 集会的最深的 我要跟他说 你抢到我的历史定位 第一个最被五权宪法 那个话 这是我的历史定位 请他能够尊重我的历史定位 这个宋主席 当然现在大家对他的这个重新付出 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有很多是变成正面的 但是我记得当时在1999年 当宋楚瑜决定自己要成为第三势力脱党参选总统的时候 哇那国民党整个势力啊 极尽所能的 当然绿营本来就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赞美嘛 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的这个评价 可是国民党的人呢 极起直追啊 超过民进党 对于宋楚瑜的诋毁 但是有过这个无不及 我记得有些私下场合 碰到了这个宋楚瑜 在这个录完节目的时候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还很记忆深刻 他说 这个民进党是公开骂我而已 国民党是连我们祖宗十八代 通通拿出来 而且他们一清二楚啊 所以我最怕的就是这些同志敌人啊 那可讲而知啊 国民党刚刚这个小平讲了一句话 我心里蛮有感触的 他说国民党DNA是权贵财团 是 我不知道啊 这个这句话有几个人认同你的说法 上层结构 读一下上层结构 不是全部 说不定有很多国民党现在的来军 做官的人 他们不这么样认为说他们 他说我来的时候就是个小兵啊 然后我一生也这么辛苦啊 那我认同国民党也跟权贵没关系啊 也跟财团没关系啊 这是这一次为什么我们看在眼里觉得 吞不下这口气 你们北托三代子就一定要这样子选吗 国民党找不出其他的人可以选了吗 所以他说我们就只要改变一下 改变什么呢 马英九 郝龙斌 16年了 这么多案子 你徐家庆在那边说说说 可是我们都看不到东西啊 我说对 所以呢我们要帮你改变一下 直接给柯文哲去做 柯文哲如果做了 因为联盛委如果做了 这些还是不会解密 所以柯文哲做了 就会打开 需要一个文哲大解密 对 但是我很拜托 因为我现在不当议员了 我要拜托我们国民党的好朋友啊 在议会呢 帮忙也一起解密 帮忙也一起 把这些打开的 小兵你敢不敢 我敢啊 一同的去扫除这些过去的弊端 我再加买给你 应该再把陈文成事件解开来 台大德纪事件还你们公道 然后呢李英雄事件也把这个解密全部解开 这个东西如果放在台阶上是政府是没问题的 包袱在这里延传之间 才会今天大家把国民党 依词有一种除媚话 就简直是锦衣卫的幽灵 在国民党里面盘旋不散 这个问题这种阴暗啊 到今天国民党还没有完全解释 国民党所有的党员都紧紧慎为的 他说的阴暗和阴柔和泰温 真的是怎么回事 因为锦衣卫把刀子架在国民党党员身上嘛 所以他就活不过来 所以这种除媚话是国民党是需要的 谁可以帮国民党除媚话 就是要请李敖或者是民党 或者像宋楚瑜 大家一起来帮国民党除媚话 他自己除不了这个刀子 所以我要回过头来 党产先解密哦 不过我从今应该出来请党主席 我要先回过头来讲这个宋楚瑜 所以也因为这样 宋楚瑜也是最了解国民党的人 所以刚刚你所讲的 国民党这些DNA的事情 其实只有自己的同志才有办法破解 对我们在野党来说 或者对我们不是在野党 就是说有党来说 永远都只能这个隔山关虎斗而已 那但是呢 如果宋楚瑜站在一个这样的立场 来点你们的时候 我觉得那点到要穴 那你们才能真的改 对你们才能真的改过来 所以我老实讲 就民主发展的这个过程来说 虽然原始的目的并不是正向的 可是结果却变成是正向的 所以我是必须要说啦 宋楚瑜先生走到今天的民主化台湾 他有没有一点贡献 还是有的 鸡老八十的一个好处 就是他过去好几十年的东西 通常被弹开来解释 另外一个就是过去原先在国民党人 后来跟着宋楚瑜到清明党 后来又回到国民党 现在要不要再到清明党 大家都在看 我是觉得李瑶判断基本上没有错啦 李瑶是一个历史学家 哈 哈 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